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每周快讯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据旧金山纪事报披露新建内容指出 美国核动力航母罗斯福号 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人数已增至150至200人 舰长向海军高层发信 要求允许船上大部分船员尽快下船隔离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欢迎回来 总统特朗普与副总统彭斯 10号在白宫会晤美国医疗保险公司负责人 彭斯宣布美国各大保险公司同意 将免除进行新冠测试病人必须支付的定额费用 同时扩大对新冠患者治疗的覆盖范围 彭斯表示近2.4亿美国人在新冠医疗费上受到 保险计划的覆盖 另一方面近日多位出席了保守政治行动大会 CPAC的美国国会议员宣布进行自我隔离 因为在大会上有两位与会人员新冠检测呈阳性 而特朗普曾与至少三位议员密切接触 不过特朗普表示目前他感觉身体状况良好 没有任何症状 白宫医生也认为他没有必要接受新冠测试 美国疾控中心CDC10号表示 已经有4900人在公共医疗化验室接受了新冠检测 而由商业化验室和私人医院检测的数字尚未统计 但可能更高 疾控中心此前已发放给80多个公共化验室 7.5万个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 而另外已经分发的90万个 以及最终计划下放的210万个试剂盒 则由各私人医院诊所进行测试 因此数据无法汇总和统计 目前疾控中心正在建立一个网络 让数据得以汇总 此外美国领导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医疗专家表示 新冠病毒的传播方式以及预防方式和流感相似 因此如果美国民众按照疾控中心发布的指南 提高防护意识 美国流感的人数应该也会随之下降 对于美国经济遭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总统特朗普表示 白宫将与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会晤 商讨工资税减免以及大规模的救济 按照小时计算薪酬的美国人 也不会因为新冠疫情受到损失 另外特朗普政府还希望 为小商业者提供贷款援助 另外美国财长努姆钦表示 美股熔断主要是石油市场 史无前例的行动所导致 但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坚韧的经济体 经济处于良好的状态 努姆钦表示 自己每天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保持通话 确保美国经济可以抵抗新冠疫情的影响 美国对抗新冠病毒特别小组的官员和专家 当天再次强调 新冠肺炎对美国公众威胁仍然很低 风险最大的群体是60岁以上的人群 以及存在其他并发症的患者 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持续快速扩散 在有多所高校相继采取了取消线下课程 转为在线课程等相关紧急措施 以防控疫情 哈佛大学校长巴科10号发邮件通知全校学生 在春假后需待在家中通过在线课程模式 完成学期剩下学业 不要返回校园 并要求所有本科学生在15号前搬离学校宿舍 哈佛大学表示 如果学生来自疫情严重的国家 或无法承担飞机旅行费用 可以与学校联系协调相关安排 哈佛大学还将限制和减少校园内超过25人聚会 并禁止了所有与大学相关的国际旅行 以及所有与大学相关的非必要的美国国内航空旅行 根据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引用的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已有超过40所美国大学 因疫情而取消了线下课程 超过60万名学生受到影响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在新冠疫情持续发酵下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于近日发布提醒 呼吁领事证件申请人 如非急于使用证件建议暂缓递交申请 中领馆在提醒中表示 因推迟办理导致护照旅行证过期 不会影响今后的换发申请 以预约护照旅行证者推迟办理 无需另外预约 签证文书认证通常无需申请人亲自到场 可选择委托中介机构代位办理 此外 护照旅行证可在递交申请时选择单项回邮服务 无需亲自到总领馆领取 养老金资格审核表可选择双向邮寄办理 为避免人员过于聚集 证件大厅将使情况采取限流检测体温等措施 呼吁申请人予以配合 总领馆建议申请人事先访问总领馆网站 严格按照相应办证须知 备妥申请材料 以减少在大厅等候时间 而对于急需使用证件者 仍可按正常顺序递交申请 洛杉矶郡公共卫生局 近日举行例行新冠疫情通报会 洛杉矶郡卫生局局长费雷尔 更新了洛杉矶郡范围内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目前被感染的总人数为20人 今日新增的一名感染者 从伊朗返回洛杉矶后 直接从洛杉矶国际机场 送往医院进行检测隔离 9号晚间 长滩市宣布当地首次出现 三例确诊病例 其中一例病情稳定正在住院 另外两例在家中隔离 据报道 两例有国际旅行者 一例有国内旅行士 菲雷尔表示 卫生局对防疫充满信心 但呼吁民众从现在开始 需要额外注意卫生问题 以及尽可能减少大型聚会 尤其是孕妇 老人 以及有健康问题的人士 则更容易被感染 克罗拉多州州长 贾里德·波利斯 近日宣布 该州近日进入紧急状态 并呼吁增加 对新冠病毒的测试人数 以阻止该州疫情爆发 到目前为止 克罗拉多州 今日新增三例确诊病例 累计确诊15例 州长波利斯表示 他将继续向联邦政府施加压力 要求其迅速扩大测试能力 同时波利斯以指示 州劳工和就业部开始制定法规 以便食品 儿童保育和酒店业的雇员 在遇到类似流感的症状时 可以获得带薪病假 该指令将允许员工 对新冠病毒进行测试 并在等待测试结果的同时 获得带薪病假 波利斯表示 此次紧急状态为期30天 且根据需要进行延长 纽约州长库默 周二召开记者会 宣布全州目前共有173例 新冠确诊病例 新增31例 暂无死亡病例 库默还宣布 将从3月12日至3月25日期间 关闭疫情中心 威切斯特郡新罗歇尔地区 方圆一英里的学校教会等设施 并出动国民警卫队 帮助该地区进行隔离措施 包括帮助清洁该区域 为检疫人员运送食物和运输 而拥有私人实验室的 私人医院系统Northwell Health 将在该地区建立病毒测试设施 目前威切斯特郡地区 有108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纽约州是美国首个设立隔离区域的州 连锁药店CBS本周表示 为避免患者前往药房购买补充剂或处方药 将立即免除处方药上门送货的费用 以回应美国卫生机构敦促患者 在冠状病毒快速蔓延期间留在家中的措施 在此之前 该公司上周宣布其健保部门Altena 将在未来90天内提供所有诊断测试 和远程医疗就诊服务 而无需让患者承担任何费用 该公司表示 对于通过CBS Caremark 注册药房福利的所有成员 Altena还将免除 对30天处方维持药物的提前补量限制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 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 US进行订阅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